我和丈夫因不能生育,领养了一个孩子,谁料养了十八年,一字称是他亲妈的女人带着人来抢孩子了。不给,我就报警,说你们是人贩子。 我正开着会,学校班主任打来电话,让我速速赶来,凡凡父亲额头受了伤。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干的,慌慌张张跟领导请了架就向学校冲去,路上只顾着给姜维打电话,冒冒失失闯了红灯。 刚到学校便瞧见李大同和王婷婷在大门口拉着横幅,点名道谢指责我和姜维害了他们的儿子,一时间围满了不少师生议论纷纷。 我冲过去将横幅扯下,几乎是嘶吼,你这样做,不怕害了凡凡,那你就把凡凡还给我们。 王婷婷推了我一把,校长带着一群保安杆过来,将我们拉进一间会议室。 当年抛弃孩子是有苦衷的,这些年我们内心一直忍受煎熬,天天盼着能早日团圆啊。 王婷婷说着就哭了起来,世人只看到你们辛辛苦苦养育了孩子,却不知我们的苦。 只要你们能把孩子还给我们,钱不是问题,他抓着我的手苦苦哀求。 我为生育孩子不能体会那种骨肉连心的痛,但自己抚养了凡凡,清晰地感受过差点失去的痛苦。 那我需要亲自鉴定,最终我松了口。 我手里的资料已经足够说明凡凡是我们的孩子了,要亲自鉴定做什么。 更何况,凡凡马上高考。 王婷婷突然说,万一认错亲了怎么办? 我看着王婷婷,发现她眼神多闪。 莫非还有隐情? 我和姜维都喜欢孩子,尤其是公婆,邻居家的小孩,他们都能抢着红几天。 可结婚三年,我的肚子安安静静,这可急坏了自己,连做梦都是一圈孩子围着转。 后来我和姜维一起去医院检查,竟是她不遇。 得知结果后,姜维提出离婚,她不想因为自己,让我失去做母亲的权利。 但我决定与她一起面对。 正好姜维公司需派人去外地一年,我辞掉工作决定跟着一起。 等我们再回来时,手里多了个孩子。 这个秘密,我们瞒着所有人。 当初为了让谎言更加真实,我每天都要扮作孕妇, 穿着婆婆给自己准备的运装出门,与家人视频前都要反复检查衣着身形,以免漏下。 公婆喜欢这个孩子,取名姜雨凡,宇宙中一个平凡的孩子。 他们并不知道凡凡是我们通过外地的福利机构领养的。 对凡凡,我们尽心尽责,公公为了她借了几十年的烟瘾, 最喜欢广场舞的婆婆也收了心,还自主系上围裙,学习宝宝食物,全心全意带着她。 小家伙从小就懂事,看爷爷咳嗽,会马上帮忙捶背。 奶奶在厨房忙碌时,她也会跟进去,帮忙摘菜洗菜。 公婆爱她到骨子里,每年的旅游也不去了,说凡凡就是她们一生中最好的风景。 虽然我和姜维时长也担心真相揭露,但可爱的凡凡一天天长大, 一年年过去,她们没丝毫怀疑,我们也渐渐放下心来。 因为凡凡,我们体会到做父母的快乐,自然也有艰辛。 凡凡五岁那一年发着高烧不退,我们带着她去医院, 当被诊断极有可能患上某种罕见的血液病时, 我和姜维抱头痛哭。 有那有一刻,我真想放弃。 可小家伙很争气,时常逗我们发笑, 小小年纪的她明白医药费昂贵,为了节省开支, 她竟要求每天只吃两顿饭。 瞧她这么懂事,将为抱紧了我们, 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小天使。 我点点头,下定决心,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 我们的努力总算有回报, 凡凡在住院大半个月后退烧, 医生又经过反复检查后告诉我们, 凡凡是某种细菌感染,并非是血液病, 身体已完全恢复。 那一刻,我和姜维如是重负, 再一次抱头痛哭, 感觉像是某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视而复得。 如果说,生命注定残缺, 那凡凡似乎就是最完美的填补。 她聪明好学,上学读书从来不需要我们过多的担心, 动手能力也强, 带人有礼貌,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 特别是每年的开学典礼上, 我都会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的家长发言, 姜与凡成了一种荣誉的代名词, 让我和姜维倍感自豪。 虽然我和姜维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但我们仍然为凡凡制定了人生计划, 读大学, 参加工作, 甚至是结婚生子。 如果没有意外, 我们会像许多平凡的家庭那样, 很正常地生活下去。 但万一这样的事, 总是突如其来。 凡凡迈入高三即将高考那段时间, 发现上学的路上有人跟踪。 原本我以为是她压力太大导致的, 可凡凡很肯定, 她经过反复确认, 跟踪自己的是一男一女。 公婆听了立马紧张了, 两人一合计, 派公公每天接送。 那时我和姜维根本没想到, 这对男女会是凡凡的亲生父母。 直到婆婆从医院打来电话, 说公公被弃的血压升高在医院抢救时, 我们才引起警觉。 等我们赶到医院, 公公已清醒, 她拉着我的手反复问, 凡凡是亲生的对吧?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将没抢过话, 肯定啊。 那为什么有人来抢凡凡, 说他们才是亲生父母? 公公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 这是电话和姓名, 跟他们联系, 这件事必须搞清楚。 我看了眼姓名, 男人叫李大同, 女人叫王萍萍。 当即联系上了对方, 特意约在人少的公园, 以为我们会好好谈谈, 他们会知难而退, 至少给大家一点缓冲的时间适应。 没想到李大同夫妇见到我和姜维冲上去, 就嚷嚷, 你们是人贩子。 胡说, 什么人贩子? 我推开李大同, 你们说凡凡是你们的, 证据了。 王萍萍还真拿出证据来了, 我和姜维仔细看了看, 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会轻而易举将凡凡还回去。 我们的手续齐全正规, 是你们自己放弃了凡凡, 现在来要回去, 还污蔑我们是人贩子。 我气急, 要是闹到打官司, 我们不一定输, 孩子大了, 可以自己选择。 选不选你们还是未知了。 李大同摆出一张无赖的脸, 王萍萍在一旁附和, 话里话外都是在向我们示威, 凡凡他们要定了。 我们都很喜欢凡凡, 孩子正直高三, 这么闹非常不好, 我们等到孩子高考结束再说。 姜维提议, 是啊, 等孩子高考结束, 我们一起征求孩子的意见。 我好话说尽, 这两人就是不松口。 公婆要是得知真相, 肯定会承受不住打击, 这个家没准会分崩离析。 李大同临走前丢下一句话, 只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要不然我们就直接上门要。 我知道你们家在哪。 姜维无奈地抓着头发, 摇头叹气, 我们不怕他们要走反反, 现在时机不对, 处理不好, 对反反也是巨大的伤害。 姜维难受, 不得不用酒, 麻醉自己。 我们回到家一时深夜, 公婆竟然都在家, 他们正惊危坐, 眼神似乎在不停地拷打我们。 我想要逃避话题, 姜维直接跪在了地上。 公婆瞬间就明白了, 婆婆忍不住无脸哭泣。 我把姜维曾经的检查报告 找出来轻轻放在茶几上, 扶着姜维进了房间。 这一夜, 谁也没再说话, 第二天, 一早公婆告诉我们, 他们做了决定。 这些年, 委屈你们瞒着了, 姜维不愈, 你也该早点告诉我们呢, 都是家人, 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婆婆拉着我的手, 要是瞒不住反反, 那也要等到高考结束。 公公也是这个意思, 交代我们要注意亲生父母, 早不来晚不找, 偏偏这个时候来。 我和姜维点头答应, 可自己刚回到公司, 关系要好的大姐掏出手机, 有人在公司官网上留言, 四处散步我是人贩子, 因为不能生育, 就抢走了别人的孩子, 让孩子的亲生父母 这些年活在巨大的痛苦中。 我赶紧打开官网, 还真是如此。 姜维这时也打来电话, 他一大早也被领导叫去办公室, 明面上是批价回去休息, 实则变相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不能有道德污点的员工。 姜维痛骂李大同夫妇, 我更是忍不了这口气, 打电话斥责李大同, 他却不知廉耻, 我说的是一个星期, 你们教人, 其他的可没保证。 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憋了一肚子气, 无处发泄, 气得踢翻了桌下的垃圾桶。 不一会儿姜维来找我, 商议要不要去外地发展? 凡凡考大学定不会在当地读书, 我所在的公司, 工薪待遇不过如此, 姜维的事业也不是不能丢掉, 倒不如忍受割舍。 公共悄悄房子挂出去出售, 我和姜维会尽早处理手里的工作, 哪想我们悄无声息的举动, 还是被李大同夫妇发现了, 竟跑去凡凡的学校拉横幅。 那次交谈, 我们仍是不欢而散, 不过王婷婷私底下找上门, 说是要来家里看看孩子的居住环境, 请求自己放弃亲子鉴定。 不做也可以, 你们放弃纠缠。 我警告他, 要不是为了凡凡高考, 我们可不会这么被动。 以你们的条件, 也不能给凡凡更多的东西。 王婷婷开始谈价还价, 生下凡凡后, 我身体受损, 再也不能生育, 大同的父亲病重, 没多少日子了, 遗产也有了归属, 要是我们有孩子, 就可以更多的财产,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 你们能等, 我们可等不了。 再说凡凡跟着我们, 将来有房有车, 岂不更好? 难怪, 你们是为了钱才来找凡凡了。 我嗤之以鼻, 这父母实在是不要脸。 别这么轻高, 你们不需要吗? 王萍萍冷笑, 只要你们放弃做亲子鉴定, 劝说凡凡回到我们身边, 价钱好说。 他见我无动于衷, 又补充道, 凡凡将来还想回到你们, 也是可以的。 我忍不住挖苦, 你们是打算利用完凡凡, 再把他丢回来是不是? 这么紧张亲子鉴定, 是不是凡凡亲生父亲另有其人? 王萍萍狡辩, 凡凡成绩好, 高考影响不了什么的, 万一成绩真的不好, 那也不要紧。 你们不再坚持做亲子鉴定, 拿了钱走人难道不好吗? 我不愿再听, 指着大门下了逐客令, 我可以不要求亲子鉴定, 但你们必须再等等, 不能影响他考试。 此事, 我告知了姜伟, 他震惊之余, 更多的是感慨, 凡凡乖巧善良, 爹妈怎么这么不靠谱? 是啊, 王萍萍心里清楚凡凡, 不是李大同的儿子, 可为了即将到手的钱, 仍将儿子找回, 这样不仅能顺利拿到遗产, 将来他还可以将孩子重新推回来。 这桩满天过海的生意, 看起来还真是稳赚不赔, 若不是我提出亲子鉴定, 没准他已经拿到遗产, 而我们拿了钱, 余生就得帮王萍萍保守秘密了。 可是余生很长, 我和姜伟不愿带着肮脏的秘密活着, 李大同不负责任, 王萍萍也不是擅长, 趁着学校放月假, 我们赶紧将凡凡接回家。 他问起了学校横幅事件, 一个大男孩满脸紧张, 反复问我们, 真是他们搞错了对不对? 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 我不想成为他人的儿子。 我赶紧安慰他, 以前生孩子经常有抱错的, 放心,都解决好了, 你是我们的亲生子, 谁敢弄走? 凡凡这才笑起来, 摸了摸胸膛, 那我就放心了, 马上高考, 我要全力以赴。 看孩子的样子, 应该是完全相信了, 我只能祈祷李大同夫妇, 不要再去打扰。 可越是担心什么, 越来什么, 王萍萍有天半夜打来电话, 说是凡凡的爷爷病情再次加重, 怕是快了, 很想看看凡凡。 贸然让凡凡去见一个陌生人太过唐突, 可我们要是拒绝了, 又于心不忍。 我们的犹豫让李大同暴跳如雷, 他在电话那头怒吼, 要是不带来, 我们就去抢人。 想到公共的身体, 凡凡的情绪, 我和姜维决定成全老人的心愿, 将凡凡带过去。 于是我编造了一个完美的故事, 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为了找到自己的孩子历经千辛万苦, 没想到最后却是个乌龙, 而孩子的爷爷即将过世, 怕老人带着遗憾离开, 凡凡需要冒充孙子送最后一程。 凡凡善良, 没多想就同意了。 我们带着孩子连夜赶到李大同家, 竟离得不远, 看见我们来, 王萍萍很是感激, 围着凡凡左看右看。 我担心露线, 小心地将凡凡拉回到自己身边。 老人见到凡凡, 拉着他不愿松手, 李大同趁机提起了遗产的事。 我不想凡凡知道太多, 差不多了就让姜维带着他离开。 虽说老人年纪大, 但脑袋清醒, 只要做了亲子鉴定, 该分的遗产绝不会少。 李大同喜笑颜开, 让王萍萍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 老人满意地点点头, 我惊恐地看着王萍萍, 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王萍萍这才告诉我, 那次她是故意上门, 并非是看孩子的居住环境, 而是趁我不注意时, 收拾了孩子的头发还有牙刷。 而凡凡时常住校, 我们都没注意到有什么东西丢失了。 这份鉴定报告, 自然是真的, 父亲的那一份毛发, 根本就不是来自李大同。 老爷子没熬过两天便离世了, 李大同和王萍萍拿到遗产后, 彻底销声匿迹。 也罢, 从头至尾, 他们都没问过凡凡过得如何, 把孩子还回去, 我和姜维才会成为罪人。 没有李大同夫妇的打扰, 公婆安心了不少, 凡凡高考一结束, 梁老就火急火燎带着她去旅游。 而我和姜维也动身去了外地, 投奔亲友。 不过, 一个月后, 我接到王萍萍的电话, 她接二连三质问, 是不是你告诉李大同的? 要不然, 她怎么会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别人?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不禁笑了, 她不是傻子, 怎会不知道? 是啊, 李大同爱才, 但不傻, 那天带着凡凡去看老爷子, 姜维故意在她面前说了句, 孩子的五官身形都不像你, 可能是像母亲多点吧。 李大同之后做什么, 那便是她自己的行为, 与我们何干? 做人还是厚到点好。 接下来, 我们听第二个故事。 母亲那天突然问我, 有没有巧验的消息? 我正埋头做着手礼的设计, 突然听她一说, 赶紧问, 她回来了。 可母亲的答案让人心碎, 你李伯伯病重, 怕是快了, 她要是还活着, 怎么不回来了? 你婚礼也不参加, 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死对我而言太过沉重, 至少对敢闯敢拼的李海燕来说, 简直是一种亵渎, 就算是濒临死亡线, 她也会挣扎着爬起来。 我再也没了做事的心思, 找了个理由出去走走。 夜里的风太冷, 像长了无数双手, 把忍住的泪水硬生生地扯出来了。 我和李巧燕相识于小学, 她是转校生, 比我们大好几岁, 嗓门大, 手脚也大, 但脾气很好, 乐于助人。 而我恰恰相反, 那向安静, 遇到委屈了也不敢吭声。 班里有个特别调皮的男生, 经常在我值日的时候, 故意将垃圾丢的到处都是, 我生气可又没勇气吵架, 只能忍着。 李巧燕不一样, 她帮忙将垃圾捡起来, 男生再丢, 她还是带着笑弯腰捡起, 反复很多次后, 男生没了继续的兴趣。 但李巧燕笑嘻嘻地警告她, 下次你再这样, 我就直接揍你了。 我很感激她, 特意带了大白兔奶糖。 那时的李巧燕拍着凶徒说,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我像是得到一剂良药, 可治愈顽疾一样缠上了她寻求帮助。 我们越来越亲密, 周末放假, 她带着我去田野里抓野兔子, 喂鸟造窝, 下雨涨水撞着胆躺过河, 就连教训学校打饭插队的孩子, 我也要需要她代劳。 而李巧燕像极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勇士, 为我画出了保护圈。 在她的鼓励下, 我学会了游泳, 骑牛, 放鸭。 母亲不免夸赞她, 这孩子倒是把你的胆子炼大了, 你以前看到水就怕, 瞧着动物就跑。 我咧嘴笑, 李巧燕身上有道光, 靠近了能感到暖和踏实。 那时的友情简单到看一眼, 觉得喜欢就能到永远一样。 她慢慢告知自己的身世, 生母早亡, 父亲后来再娶, 生了个弟弟, 全家的爱自然都放在弟弟身上, 但她神经大调, 小小的年纪似乎明白, 对许多事只能与世无争。 母亲也可怜她, 家里有什么吃的喝的, 多少都会给她备一份。 我的成长四平八稳, 她却跌跌撞撞。 小学毕业之后, 我们很顺利进入同一个初中, 有意的小船也更加牢固。 她还是像大姐一样照顾自己, 因不在同一个班级, 下了课不是她找我, 就是我找她, 大冬天衣服不好洗, 我的脏衣服时长被她偷走, 在找到时已经干干净净地挂在宿舍院子里。 我以为我们可以相伴到老, 看着对方真正长大, 然后结婚生子, 带着各自的家人聚会, 等我们百年, 提前选一处墓地, 来是有缘, 再走一遭。 尽管我们用幼稚的小脑袋 想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未来, 可每一分念想礼都有彼此。 变故是在初中毕业考试后, 她半夜来找我, 不走大门, 敲开我的窗户, 从怀中摸出两个西瓜来, 拿去吃, 解馋, 她笑呵呵, 本来是想摘两个大的, 老巫婆给周边西瓜做了记号, 我担心摘了她得骂我。 我赶紧接过, 瓜皮还热乎乎地, 想请她进来坐, 她却摇头, 喂, 我没办法, 读高中了, 要是提前跟你说了, 我担心影响你考试, 怎么? 我着急了。 她赶紧换了张脸, 老巫婆说, 我要是帮家里种三年田, 再给我读书, 以后就不管了。 不能和她一起读书, 我很伤心, 抓着她的手不放, 好似这道光一旦消失, 自己会跌落摔伤。 她也说不出话来, 哭了一会儿之后, 又安慰我, 三年以后你该考大学了, 我到时候去读技校, 没事的。 临走前她又说, 别为我担心, 倒是你要记着, 做什么事别怕。 那一夜, 我迷迷糊糊做了一整晚的梦, 梦里都是她跟我说再见, 我哭着喊她的名字。 从那以后, 我与她见面完的次数极少, 母亲告诉我, 后妈果真够狠, 拉着不是亲生的孩子在田里干活, 完全没女孩的样子了。 我心疼, 更多的是祈求时间过得快一点, 这样她就能继续读书, 我们也能在一起。 高中远在市区, 离家两小时的车程, 每月一次月嫁, 课程繁重, 逢双休我会去亲戚家住, 他们是中学老师, 私底下还能辅导学业。 每次放假, 我会与母亲联系, 匆匆问候之后 就是打听李巧艳, 母亲心疼话费, 长话短说她的近况, 活脱脱是个庄稼人了, 偶尔遇见了, 也会迫不及待问我的情况。 小小年纪, 做农活都很拼, 得知我很好, 她交代母亲, 转告我好好读书, 别怕事。 我在问时, 母亲话风就转了, 生气发怒, 你现在好好读书, 问这么多做什么? 母亲并不知道 我不单单是 关心好友的日常, 而是在呵护自己的那道光。 只要能回家一次, 我都兴奋无比。 第一次再见, 我把书本和礼物报给她, 开心之余, 我还是从她的眼神中 读到了伤心与惋惜。 第二次再见, 她后妈出面 找理由推脱了。 在后来我学业加重, 脑子塞满各种习题, 与父母联系的次数减少, 但空闲时忍不住想念她, 天热, 担心她在农田里中暑, 天寒, 又带忧她的双手 是不是又要启动窗, 用母亲给的零花钱, 偷偷买了双手套送给她。 母亲时常对我念叨, 早知道我跟你爸 就该给你生个姐姐。 我很认真地告诉她, 对李巧艳, 她是姐姐, 是挚友, 是光, 还是依靠。 高考结束后, 我犹如泄掉一层泥, 身心开阔了不少, 急急忙忙要去找她, 三年了, 她可以去读技校了吧。 可是我还没找她, 她竟提前找到我, 又是敲着窗户, 我顿时有不好的预感。 果然, 她需要钱离开这里, 后妈给她找了门婚室, 男方家开了个米店, 有点资产, 家里已收了彩礼, 开始选日子了。 我震惊不已, 却无可奈何, 着急问她怎么办。 你有没有钱? 我得逃跑, 不然这些年的辛苦我白费了。 她很坚定, 可我傻了, 逃, 多恐怖的字眼。 我这一生, 都不敢去尝试的事, 换作自己, 没准是哀好几天后, 听天由命。 但李巧燕不一样, 她遇到事了都会拼一把试试。 我把整个存钱灌给了她, 若不给, 难道要看着最好的朋友, 早早结婚生子, 被别人摆布命运吗? 当晚她的后妈就找到我家, 问了母亲许久才离开。 后来母亲走进我的房间, 瞧了眼曾经放存钱贯的位置后, 慢慢告诉我一些事。 李巧燕有一次差点死了, 那年刚入夏, 下了几天大雨, 河水上涨, 后妈赶她出去放牛, 也不知怎么回事, 脚滑落水, 被水直接卷走了。 李府和村里人找了一个星期后, 便放弃, 照就过着平常日子。 突然有一天, 母亲夜里听见鸡不停地扑腾, 起身发现有道黑影正抓着鸡蛋往嘴里塞。 母亲当场哭了, 那是李巧燕, 她被水冲到了杳无人烟的下游, 愣是拼着一口气活下来。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对她而言, 没准都是救赎, 母亲拍着我的手。 我心疼她, 但从此没了她的音讯。 我让母亲注意每一个打进家里的电话, 发来的每一封信件, 但一无所获。 对此, 我有些抱怨她的决然, 在母亲面前抱怨过两句, 母亲却说, 唯一的亲爹在家里没地位, 估计她是苦怕了, 所以不敢透露一丁点消息, 要是告诉了你, 你忍着不说, 你也痛苦难受不适。 听母亲这么说, 自己顿时释然, 只要她过得好, 不见也罢。 后来, 我上大学, 就业, 也结交了不同的朋友, 每一个似乎都能看到李巧燕的影子, 可每一个都不是她。 生活给了自己不少挫折, 每次觉得孤苦无依, 被同事的阴谋摧残到痛哭流涕时, 总能想到李巧燕, 她像是还在自己身边, 鼓励着我, 做什么事别怕。 再后来, 我恋爱准备结婚, 年底将男友明德带回老家。 当晚吃饭时, 李傅来了, 她一时满头白发, 喝了点酒, 颤抖着声音向我打听, 闻儿, 燕子有没有跟你联系? 我愣住, 双手不听使唤颤抖。 李傅叹息, 又问, 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我震惊地看着她, 母亲吓得筷子落地, 别瞎说, 巧燕跟个男生一样, 肯定不会有事。 李傅告诉我们, 她这些年不停地寻找, 凡是出门打工的人, 她都有交代, 要是遇到李巧燕, 带个信回来。 为了找到李巧燕, 李傅几乎联络了 整个镇上的人。 如果她没死, 怎么就找不到了? 李傅灌了一口酒, 威亚, 你要是知道她在哪, 一定要告诉我。 她很好, 我脱口而出, 但我不知道她到底在哪, 也没有联系方式。 母亲拍了下我的脑门, 你这傻孩子, 怎么不说呀? 可苦你李伯伯, 我摸着脑袋不知所措, 若自己摇头, 没准就真的杀死这位父亲 对女儿的所有记忆, 我只能点头, 哪怕是虚假的希望。 看我肯定, 李傅离开时, 脚步轻松。 那晚, 我把自己的这段友谊 告诉了明德, 她听完后当即表示 会发动身边所有人 去寻找李巧燕。 第二年国庆节, 我和明德举行婚礼, 宾客不多, 都是同事朋友, 晚上回家拆礼物时, 明德发现有人送来了一双 白色的羽毛翅膀, 还笑着问, 这礼物很特别呀, 一双翅膀, 是提醒你远走高飞吗? 我顿时浑身打颤, 夺过那双翅膀, 哇哇大哭, 明德不知所措。 没有谁知道, 这是我和李巧燕的秘密。 那时还是初中, 我和她在垃圾堆里 无意发现了一张海报, 第一次知道了维多利亚的秘密, 被模特身上的翅膀 所吸引。 那时我开玩笑, 等自己结婚了, 一定要有双翅膀 陪伴余生。 如今, 翅膀在眼前, 却不见李巧燕。 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因为李巧燕还好好的, 可为何不出现了? 明德一番解释, 可能是过得不是很好吧? 我永远不会嫌弃 我告诉明德。 她解释道, 你在乎她, 所以不嫌弃。 同样的, 她也在乎你这段友谊, 所以才不想让你看到她的不好。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父母, 母亲开心之余, 在电话里又将自己训斥了一番, 那次和李伯伯吃饭, 你是骗她的呀。 不过, 李伯伯现在每个月 都能收到一笔钱, 应该是巧验会来的, 这下确定她活着, 我们都放心了。 我开始注意身边的人和事, 总希望能查到和李巧燕相关的蛛丝马迹, 但天使翅膀之后, 她再一次销声匿迹。 现在李伯伯病重, 我连她的影子都没找到, 回想看望她, 好好的一个人, 受成窟窿。 李伯伯吃力地挥手, 让我走近, 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包, 里面是一叠钱。 这钱其实是你会的, 我知道她拍了拍我的手, 好孩子, 我握着她干枯的手哭泣, 巧验真的还活着。 我知道她恨我, 所以不愿回来, 但我快死了, 走之前想再看看她, 你帮忙找找, 找不到就算了。 我点头, 答应她会想办法。 李伯伯去世后的第三天, 她终究是回来了。 那天我习惯性抬头看向村口, 那时一道轻瘦的身影像一片宝纸, 将傍晚的余晖划破。 巧验, 我失声喊道, 冲向那道身影。 是她, 瘦了, 老了, 可仍然是她。 她失魂落魄地丢下行李迎上来, 拉起我的手, 激动地说不出话。 纵有千言万语, 此时此刻, 一个眼神说尽。 葬礼结束后, 她给后妈和弟弟留下一笔钱, 准备再次离开。 我这才有机会与她好好续旧。 那双翅膀的确是她送来的, 一直以来, 她离我都不是很远。 而她也结了婚, 生了个儿子, 如今已三岁, 丈夫是个开五金店的小老板, 两个人为了生活都吃过很多苦, 现在苦尽甘来。 我们找你好辛苦, 怎么就不出来坑一声? 真沉得住气, 我笑她。 你也真是的, 非要找到我, 这么执着, 她也笑。 是啊, 我怎么定要找到她不可? 没有她, 生活不也在继续吗? 我想了想, 许是明白她是生命中 为数不多正确的人吧。 因为她, 我对命运才多了些勇气, 因为对彼此而言, 我们都是对的那个 她告诉我。 我震惊她的回答, 也感动自己和她同样的答案。 对于自己的父亲, 她有些怅然, 不想听到她的道歉, 所以故意不见最后一面, 算是对她的惩罚, 但现在想来, 何必了? 珍惜每一次见面才对。 她把家庭地址写给我, 还笑着要我快些生孩子, 到时候一起闹她, 我开心点头, 和明德一起开车 送她去火车站。 进站前, 她将一个沉甸甸的储钱罐 送给自己, 里面塞满了钱, 这是以前找你借的, 她朝我哈哈笑, 敬我们的友谊。 回去的路上, 明德好奇问我, 怎么没见你特别兴奋, 反而淡定了很多。 我笑道, 可能是我感觉, 她从未离开过吧, 致敬你们的友谊, 明德感慨。 是啊, 敬我们的友谊。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 不错过任何您感兴趣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